就是說去年我們統計詐騙案件是三萬多件 那這三萬多件裡面有一萬多件是虛擬貨幣 那它占的金額是53億 前沒有多久桃園地檢署 才起訴了一件就是詐騙集團 勾結的律師還有台營的行員 就把騙來的前1.1億用泰達幣 他把它洗到國外去 現在透過洗錢防治法 遵循聲明的虛擬貨幣的業者 現在目前到底是幾家 現在總共有26家 那有幾家是外國的 現在詳細數字應該只有一家 照遠見的那個調查 有八成的台灣人 他是把虛擬貨幣是投資在國外的交易所 那如果照你這樣講的話 那其實對國外的交易所根本 畫外之地嘛 你沒有辦法掌握嘛 6月的時候檢察官有開一個研討會 他也是一直在罵 說禁管會是消極的不管你 消極的不管你 這是檢察官們在研討會的時候的結論 謝報委員其實消極不作為這樣的指控 是對金管會是不公平的啦 因為其實我們在過去很多座位 我們也針對這個做專案報告 所以說其實上當然指責很容易 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是會努力來做 剛剛委員指證了這個東西 可是就只有你們能管啊 你說這個指責不公平 那只有你們能管 別人管不了 其實不是只有我們 比如說還有其他的部會也都要一起來努力一下 就是說國人也很在意這件事 金管會主委這是你主責的事情 麻煩你把這個事情再落實 那兩個月內能夠給我們一份這個報告 看接下來要怎麼去控管這個虛擬貨幣的部分 謝謝